因为从小就对画画就说 比较感兴趣 纯粹就是爱好 它本身是我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也是一种修炼自我的一个方式 那预料它其实跟绘画它也是一模一样 都是通过你自己的双手去呈现它最好的 或者你最想要的那一面 因为你喜欢 你喜欢你就去做啊 做完了就得坚持啊 首先我的目标很明确 就是不会半途而废 因为我知道我想要的是什么 喜欢的然后你必须去坚持 需要学习的东西太多太多了 那这些都是需要时间你去学习 需要去沉淀的 纯粹不违背本质的爱 热情不辜负深切的爱 所有的历久迷心 远于接近全力的热爱 始终如意的穿著和纯粹 有关于历久远都会的 有关于历久远的 有关于历久远的 有关于历久远的